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先介绍几本书 因为我自己是文字人 所以我是非常喜欢推荐书 书是我的热爱 那今天要推荐的几本书 都跟我们这几天的讲座有点关系 首先我要推的是 作家马瑞欣是我的好朋友 他写的两本书 一本是管教的智慧 管教的智慧 他把孩童的生命 比喻作为种植物 所以需要松土 需要浇灌 怎么样的改善土壤的酸碱值 所以他是用这样的一个观念 来谈到管教 他常常在他的社区里面 常常给一些 关于亲子管教的这方面的讲座 所以他的书实在很值得读 另外一本是直面网络 是谈到现在下一代 面对网路怎么办 网路对我们下一代的冲击在哪里 影响在哪里 是这本书讲得非常的清楚 包括影响我们的大脑结构 包括影响我们的阅读习 包括我们的思维方式 另外两本书是跟我们昨天谈到 如何为孩子祷告有关系的 第一本是天天为孩子祷告 如果说每一天能够看 他就是每一天一张 你跟着他的内容走 他有带出祷告的话语 跟祷告的角度 为我们的孩子不同的角度去祷告 另外一个是陪孩子学祷告 怎么教孩子 跟他一起来祷告 最后一本书其实跟我们的第二章讲座 养子不教谁知过很有关系 我们要为孩子立界线 在他的行为 在他的一些生活方式 我们要帮他立界线 不能够让他们在还不无知无觉的状况下 随便他们自己任意妄为 好那今天晚上我们来看 这是我的爱子 首先如果谈到父亲这两个字 在你的心里面请问唤起的是什么样的印象 有人的心底好像是飘过乌云 觉得往事不堪回首 或者有人会眼睛亮起 脸上浮起一片的温柔 谈父亲在你心中冒出来的是什么印象 那如果说讲我的父亲 我常常会觉得写不尽 也怕写不好 会亵渎了我心中对父亲的感觉 基本上每个作者他这一生都会有一个主题 他会重复的写 不断的尝试 真怕写不出自己心中深层的感受 卡夫卡写他父亲 写出来的是一个极端独裁权威的父亲 我写我的父亲 是不一样的 是一个慈父 是一个很注重女儿 从身心灵各方面发展的一位父亲 你们呢 如果要你画一幅父亲的画像 你画不画得出来 中国最有名的一篇写父亲的文章 是谁写的 你们知道吗 朱自清写的背影 他是写他父亲在火车站做的一些事情上 为他做的事 他回味再三 写出父亲对他的那颗心 可是中国好像很少描写父亲的文章 从历史上我们读到听到的亲子关系的故事 多半是跟谁有关 跟妈妈有关 比如说什么 有哪些故事 孟母三千 还有呢 岳母赤字 岳飞的母亲赤字 母亲跟孩子有紧密 有认真督导关系的故事 那父亲的故事呢 那最熟悉的我们刚刚讲朱自清 他的这篇文章谈了半天 还是在谈父亲的背影 我们还没有讲到正面 基本上中国人画父亲 写父亲都是用很远的镜头 有一段距离 强调的是父亲的丰功伟业 他在哪儿任职 他做了些什么样的职务 他成就了什么样的攻击 很少像朱自清这样近距离 放大放慢了镜头 来描写他们两个人之间 相处的一些小事 可是我们都希望 可以留给我们儿女的形象 不是背影而已 对吧 我们是希望给他正面 希望能够有个完整的故事 为什么我们这么少 写父亲的故事 因为这是无父的一代 这不只是中国人才会有的现象 全球 现代 我们都缺少父亲正面的形象 可以参考描述 一个我很喜欢的作家 他写了这本书 《富伤的治疗者》 我们后面有这本书 我强力推荐 就是每个带伤口的人 都可以成为 对其他人的治疗者 你是带着伤口去治疗 这个作家卢云 他讲的一个现在的时代 是一个无父的时代 A fatherless generation 无父的一代 他说许多年轻人有父母 可是缺少真正可以带领 指导他的父亲典伴 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 因为上帝创造父亲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让儿女能够从父亲的期望 和教导中 渐渐的来定义 成形 自我形象 她们是在父亲的言语当中 找到肯定 找到自信 儿女是透过父亲跟母亲的互动 来参考自己的两性 跟择偶关系 然而呢 这一代的父性权威 倾向 瘫痪跟无助 没有发挥出来应有的影响力 这个作者说 因此孩子呢 他只好凡事一切自己来 他不是带着父亲告诉他说 你会比我做得更好的这样的鼓励 跟勇气 反而是带着深层的恐惧 怕自己会很失败的走入人世 最糟糕的是 有些孩子即使有恐惧 他也情愿自己失败 他不愿意相信父亲 因为父亲在他眼前的形象 很可能就是一个失败者的形象 然而一个父亲权威 如果跟父亲权威处不好的孩子 他出了家门 他往往也会在家庭之外 学校 工作 教会 或其他的权威 他会产生问题 在家里他跟他父亲的权威 他是一直被压抑的 他离开了家 他对所有的权威都反弹 常常就容易引起冲突 或者他躲得远远的 他根本不敢跟权威的人物靠近 不只是如此 父子关系不只是影响 我们跟其他权威的关系 更严重的是影响 我们跟上帝的关系 我们称上帝为什么 天父 阿爸父神 阿爸父 他是我们在天上慈爱的父亲 是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去倾诉的对象 可是很多人会因为 他跟地上的父亲关系非常的破碎 非常的扭曲 父亲在他们的心中埋下了黑暗的阴影 心中虽然渴慕着父爱 他只能透过自己的断裂经验来看天父 怎么看都有种恐惧或者抗拒不敢靠近 因为他心中有着深深的障碍 所以我一个姐妹就跟我讲 他对天父的感觉是恐惧 他觉得他不服事就有祸了 这样的恐惧是怎么摆进去的呢 后来我跟他探讨 是因为他的父亲常常要他表现 不表现就有祸了 那今天我要讲的是 不管你的父子或父女的关系是怎样 无论你是因为父亲的缺席或者虐待 让你有多少的挣扎跟伤害 在天父那里我们都可以找到爱跟帮助 无论你是否怀疑你自己 是否可以成为一个称职的好父亲 或者你虽然深深地可慕天父的爱 可是你没办法放松地去靠近他 我们都可以从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 找到确具跟安慰 我们来读一下今天这段经文是 马太福音三章十六节 我们一起来念 一起来 耶稣受了喜 随机从水里上来 天忽然为他开了 他就看见神的灵 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 从天上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 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 父爱的完整彰显 原来可以是这么丰富 当主耶稣在约旦河里面受洗上来 天忽然为他开了 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 落在他身上 从天上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虽然这里上帝的彰显 其实是为了帮助主耶稣 在这个世上的服侍 可以正式地把耶稣引荐给世人 可是他说明了许多父神 跟他独生爱子之间的关系 很美的一刻 主耶稣是顺服他父亲的带领 来到这个世上 然后父神呢 就对这个世上正式地宣告 他对这爱子的爱 父子之间有无形中的神圣的拥抱 散发出来很多改变生命的力量 他让我们看到一些亲子关系的洞察 比如说孩子的基本需要 是在父亲的陪伴跟肯定 然后男人如果要做一个好父亲 他需要做到在孩子的生命当中出席 他也认定他跟孩子之间的关系 肯定表达爱 然后我们从父亲那里得到的伤害呢 可以从神那里得到医治 所以天父对爱子耶稣的这一段话里面 我们可以学习到关于父亲的一些重点 有哪些呢 第一个天父会在孩子的生命中出席 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在受洗 神把耶稣送到这个世上来 没有说送下来就不管了 丢下来就不管了 这里面是讲说耶稣从水里面一上来 神的灵就像鸽子下来落在他身上 一个人受洗的日子重要不重要 重要 是一个重要的场合 所以只要能够父亲都会来参与对吧 不只是如此 主耶稣在这个世上将要出发去服事的时候 也很需要来自父亲的祝福 他需要来自父亲的鼓励跟加添力量 我想任何一个人对他自己要做的事情 如果你能拥有来自你父亲的背书 跟祝福 那是非常的宝贵 又多么重要 对不对 中国人说 父母在 不远游 对我这种一天到晚 行走四方去服事人的来说 有的时候我会很挣扎 最大的噩梦就是 每次要上台服事之前 就收到母亲住院 或者是不好的消息 也经历过 这些年也经历过 就是上台前 直到爸爸急诊 然后下台后 就要赶去 但是 一直支持我 行走四方 虽然我心中一直挂的 父母在 不远游 可是 支持我走下去的 也是我的父母 我父亲今年 九十岁 九十岁 每一次打电话 都提到我的服事 因为我总是每次电话都是说 我又要去哪里了 每次打电话都是告诉他 我现在又要去哪里了 然后讲完我要去哪里 我父亲都带着 非常引以为傲的口气说 你为神做事 神一定会赐福给你 我也会为你祷告 你知道高龄的父母 他很有理由跟我说 你可不可以为我留下 对吧 他很有理由 九十岁了 他很可以说 我希望你来陪伴我 我在这世上日子不多了 我希望你能够在我 什么 成欢西下 他没这么讲 他只是告诉我 你出去为神服事 神一定会赐福你 我也会为你祷告 高龄父母对儿女 如果没有所求或抱怨 已经是莫大的祝福了 如果他还能在言语间表达 他对我服事的鼓励跟祝福 我觉得那是双重的祝福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天父不会让主耶稣 他行走世上好像一个孤儿 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读四福音书 我们会发现耶稣不管到了什么地方 有什么状况 他永远都会跟天父保持很亲密的交流 他会花很多的时间跟天父祷告 跟天父独处 然后在很多重要的服事决定 比如说选十二门徒 他彻夜祷告 祷告完了 他就做这个选择 他是在祷告之后 做了许多服事的重要决定 可见他跟天父之间的沟通 有品质 亲密 也是这个世上非常美好的见证 那反观我们自己的经验呢 请问你小时候每天跟你父亲相处的时间有多少 每天 有多少 一个小时以上的 有没有 每天 跟父亲 有一个 两个 三 四 慢慢想起来了是吧 举的手稍微 也不多 半个钟头的有没有 每天 大部分没举手的是 每天跟父亲 你跟你的爸爸相处的时间 半个钟头的有没有 也很少 那大部分是多少时间 十五分钟有没有 有没有 那是怎么回事 爸爸跟你是神龙见首 不见尾吗 呵呵呵 是谁不在家 是你不在家 还是你父亲不在家 父亲不在家 在座有没有做父亲的 在座有没有做父亲的 请问 有点不敢举了 有点不敢举了 请问你现在跟你子女每天相处的时间有多少 你现在 因为通常孩子还小嘛 像我们的孩子都离家 我们空巢 那当然是每天相处的很少 对吧 你的孩子还小 请问你现在每天 跟你的孩子相处的时间有多少 你会希望你跟你父亲相处的模式 一代传一代吗 会希望吗 如果你父亲每天给你不到十分钟 你也会给你自己的孩子每天不到十分钟吗 一代传一代 你会希望这样吗 你知道在这方面的调查最糟糕的地方是哪里吗 香港 香港去统计调查结果是最低 每天多久 六分钟 六分钟能做什么 同桌吃一顿饭都不止六分钟吧 是吧 把东西摆好筷子摆好低头祷告 就已经六分钟都过去了 对吗 可见大部分时候父亲不在家 华人父亲缺席的状况非常严重 为什么 因为中国人讲究 男主外 女主内 这句话一放下来把爸爸就画出家庭之外 爸爸的责任在哪里 养家活口 如果你让老婆孩子一家都过得非常风光 你就是好丈夫 好爸爸 那如果家里面亲皇不接 就是个差劲的丈夫 差劲的爸爸 所以现在出现了一个状况 你们听过假性单亲吗 听过吗 假性单亲 父母健在 可是其中有一位 他不是因为离婚 让他成为单亲 或者因为战乱 现在我们当然 中国人已经不太打仗了 早期的时候因为战乱 现在最多的是因为工作关系 作战的时候 父亲顺礼成长是为国吧 对不对 我们都是国摆在家前面 可是现在为了工作关系 他是为家在外面跑路 过去是沿海的渔民 跑到异乡去讨生活 现在的状况呢 那在台湾是台商跑到大陆来 台商在大陆 那我们现在还有个新的名词 叫做内在美 内人在美国 内在美 或者空中飞人 地上怨妇 就是很多把妻子小孩送到美国 然后呢先生放假的时候来看一下 刚开始的时候很频繁 刚开始的时候说亲子关系很重要 他一年可能会跑上五次算很多 你知道吗 后来是一年可能一次 一次可能几天 到后来可能几年不到一次 空中飞人 地上怨妇 这些都反映了什么现象 爸爸是以工作赚钱 养家为重 家里的生活父亲缺席 没有关系 孩子成长过程的照片里面 没有爸爸 没有关系 他还是伟大 因为他怎么 辛辛苦苦地赚钱养我们 所以他伟大 在儿女的成长里面 很多中国父亲缺席了 所以中国人也可以说是 母系社会 抚育出来的一代 更何况 现代人还因为婚姻不合 家庭破裂 各种父亲 言语上或肢体上的虐待 忽视 让父亲没有在他 该有的位置上出席 感谢主 我有一个 常常在我生命中出席的父亲 这是我父亲 这是我父亲 小时候 我爸爸跟我最常说的一句话 就是 来 跟我来 到哪去 其中的一个场合 是一个中秋月夜 那时候我们是所有的 我们是军眷 都被接到机场去过节 可是在众人都在那里抽奖 全心全意投入的时候 我爸爸从后面轻轻地敲我的肩 那是我小学 来 跟我来 然后就开了机步车 把我带到机场附近的一个很大的高尔夫球场的 那都是外国人的高尔夫球场 带我进去 我们就走上了沾满露珠的果顶 四面 一片空旷 远处 跑道头的红色讯号灯 微微的闪亮 夜凉如水 我爸爸就弯下身来 半涌着我 一手就指向天边指向什么 他说你看 圆不圆 天边挂的 就是一盘皎洁的明月 那不久呢 一架飞机栩栩的飞起 飞向了高高的明月 飞向远远的天边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父亲 一个可以为女儿指向月亮的父亲 你觉得这样长大的小孩 胸怀会不会宽广 因为他里面永远有一个 月亮 然后一次次我父亲喜欢带我们出去玩 每次都叫我和我哥哥 你去找你的朋友 你去找你的朋友 我们就各找一堆 挤在他那不大的车上 超载又超速 然后警察开始追 我爸爸很紧张 我们全都很兴奋 开到了河边 开到了山区 开到了某个地方 然后大家都下来 散到一片去玩 我爸爸又把我抓出来说 来 你跟我来 然后把我带到一边去 他拿着照相机 那个时候的照相机很老 是藏盒子的那种 你知道 他要我树底下 或坐在大石头上 然后教着我 你要往远处看 有气质的样子 往远处看 往哪里看 你要假装你若有所思 根本不懂 常常是脑中一片空白 就像个木偶一样 只要看起来有气质就好 可是我后来长大回想 一个孩子 成长在父亲的镜头底下 你说他这样子的长大 他的自我形象会怎样 会怎样 从小到大在镜头下面 在他的镜头里面 从小就觉得我很漂亮 长大了以后 有客观标准才发现 其实不怎么样 可是太晚了 你知道吗 因为那个自我形象 已经根深蒂固 就是觉得自己漂亮 所以如果你也是一个父亲 你会希望你孩子日后长大 他回忆起来 他说得出来 你曾经在他生命中 什么时候出席 你们一起做过什么事吗 而且那些时光 对他的生命 是有着重要的意义 你会希望他说得出来 还是你会怕他 感觉是一片空白 这是我们要思考的 我们的天父 他会在孩子的生命当中出席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 我们的天父会公开的承认 自己的孩子 这边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中国人 什么时候 会认自己的孩子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会认出 这是我的孩子 得奖的时候 都是好的时候 你知道吧 如果孩子长得漂亮 说你看 我的儿子 长得多俊秀啊 像我 长得丑就说 看 这儿子长得就像你家的人 可惜了 表现优良的时候 会说 看我的好儿子 表现差的时候 就对另外一半说 瞧你儿子那个德性 跟你一个样 是不是这样子 中国人什么时候 会不认自己的孩子呢 除了私生子之外 就是这个孩子 做出什么违反你心意 让你觉得大逆 不到的事情 我最近读到一篇得奖的文章 他自己是儿子 他提到 他结婚了 他跟他的妻子 还没有决定 要不要小孩 他爸爸非常的生气 说如果你不要小孩 你就是让我断子绝孙 那我就跟你断绝关系 动不动就断绝关系 这是中国父母 常常对儿女 想要控制他走向 所做出来的事 所以如果说你不走这一行 我就跟你断绝关系 如果你一定要走上传道 我们就断绝关系 我当初愿意奉献传道 我妈妈就要跟我断绝关系 如果你一定要娶这个女孩 我们就断绝关系 你知道这个断绝关系 造成多少的家庭悲剧 它好像是一个控制手腕 如果孩子原来跟你是相爱的 你这个断绝就造成他莫大的伤害 如果孩子跟你原来的关系不好的 你这个断绝 你就把那个线真的就扯烂了 那个风筝就飞了 不想再回来了 所以做父亲的一定要像天父一样 你常常为父子跟父女的关系 你要表达自己的骄傲 你永远不要跟你的孩子断绝关系 你不要因为孩子没有按照你的期望去成长 你就跟他断绝关系 你要向众人去表明说这是你的爱子 你以他为傲 第三个 天父会表达他对自己孩子的爱 他说这是我的爱子 我们的社会对男人的期望跟训练 让男人在感情上情绪上都不大表现 男人一向都比较独立甚至孤立 他的世界是竞争的世界 比较不允许你太多的感情化 悲伤或者是怜悯 那样会被人家看成是弱者 所以我们讲究的是男子气概 男子气概里面好像不包括表达感情 也许你会说不见得 我就见过不怕哭的男人 可是我告诉你 不怕哭的男人 他也不见得会对自己的亲人 表达自己的爱 他只是会哭而已 所以在人际关系中 大部分都压抑的多 对亲密关系呢 常常不知道怎么去处理 会回避 所以工作成为肯定他自我的唯一价值 可是我们在这里看到天父对爱子耶稣 他表达的爱是这么的自然 在言语里面就表达 说这是我的爱子 而且是在众人里面表达 这是很重要的表达 中国人在众人里面会怎么说 这是我的犬子 是吧 或者这是我那个不成才的孩子 我们会尽量的贬低 这是我们的文化 我们中国人的文化 我记得我们家养狗 我为了我女儿 我养狗 我被我女儿强迫 她是我女儿的女儿 我就成为狗奶 自动被升级 这个狗来到我们家 我就跟我的女儿说 中国人管教孩子是这样的 如果你自家的孩子 把别人家的孩子欺负了 你就会把孩子拉到别人家门前 你知道吧 打骂给人家看 算是就对对方的道歉了 所以如果你的狗 在别人家的草地上拉死了 你要把你的狗 拉到别人的门前去 跟他说你坏坏坏狗坏狗 这样人家就会觉得被道歉 这是中国人的文化 中国的文化是 我们会把孩子拉到别人前面 去骂去打 可是我们比较少在别人的面前 表达对孩子的爱 我们只会表达对孩子的管教 会让人家看到我管了 可是我们不会表达那个爱 可是这种管教 常常不顾孩子的至尊 有一个姐妹跟我们分享 她小时候爸爸是牧师 常常带她去探访 到了别人家 有的时候因为她说错一句话 当中就啪一个巴掌打下去 造成她在人群里面很怕 开口讲话 因为小的时候 她在人家的面前 每次讲错就啪一个巴掌下去 她就变得很拘谨 她每次要跟人家对话 要带着很多的祷告 跟人家在文字上互动 宪布的微信群 还有很多的祷告 才能写出那简单的一句话 因为她很怕讲错话 就会有处罚 可是我们的天父教导 我们要向孩子表达自己的爱 而且不只是在言语上 我们要有实际的行动跟物质 从哪里可以看出来 从主导文可以看出来 在这边有几个经文 我们可以看到天父的爱 非常的完整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这是天父对我们物质上的提供 对不对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这是在关系中的饶恕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就我们脱离凶恶 这是生活跟生命中的保护和拯救 所以天父对我们的爱 包括物质上的提供 包括关系中的饶恕 包括生活跟生命中的保护跟拯救 很多时候 做父亲都以为赚钱养家 就是做父亲的全部意义 那不够的 孩子有其他的需要 只有当你跟孩子的关系够 你才能了解 他们的需要是在哪里 我刚刚讲的假性丹青 我们在北美的教会 就有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爸爸是在台湾长期工作 妈妈一个人带了两个儿子 儿子已经都成年了 爸爸终于回来看他们了 因为每次妈妈强调 你们要沟通 约好星期五几点钟 你要打电话给你的孩子 讲一些爸爸要交代的话 到了时间孩子全守在电话旁边 爸爸就没打 一次一次的爽约 后来终于爸爸回美国去看他们了 然后呢 姐妹又说 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勉励他们的 也没什么话 一句都没有 他要走的时候 孩子送他到停车场 孩子跟他说 爸爸你为什么要走 他说我出去赚钱 回来养你们 这个儿子跟他说什么 18岁的儿子 爸爸我们已经长大了 不需要你的钱了 你为什么要回去 他为什么要回去 真的是为家吗 很多是为了他自己的 事业里面的一个自我 没混出来 觉得没有脸面回家 各种的缘故 所以很多时候听清楚了 亲子关系里面的伤害 跟钱多少无关 懂吗 亲子关系里的伤害 跟钱多少无关 因为你看到什么 很多贫穷的家庭 出来的小孩 对他爸爸的记忆 都是很温暖的 很温暖的 反而是富有的家庭 出来的小孩 他带着一颗什么 寒乐的心 他带着一个 没有父亲的记忆 离开家庭 所以父亲对孩子的爱 一定要有 言语上的肯定 也要有生活上的供应 要有关系中的饶恕 也要有生活 跟生命中的保护 这个保护也包括什么呢 也包括为他祷告 用祷告来遮盖 也用祷告来守望他的灵魂 可是如果你对你的孩子 不熟悉 关系不够 你哪里知道他的需要在哪里 哪里知道他的诱惑在哪里 他的挣扎在哪里 所以今天我们要思考的是 除了孩子的功课跟学校 除了孩子的行为和表现 你有没有为你孩子的灵魂得救 祷告过 那才是最重要的生命重点 如果没有 为时不晚 现在还来得及 第四个 天父会肯定自己的孩子 他说这是我喜悦的 天父讲这段话的时候 要知道那个时间点 主耶稣还没有做任何事工呢 还没有传道 没有赶鬼 没有医治 没有行神迹 还没有上十字架 他来到这个世上的使命 还没有开始做天父 已经对主耶稣肯定了 肯定他们之间的关系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他们父子的身份认定 我们呢 我们是不是要看孩子的表现 来决定 是不是可以肯定我们的孩子 很多父亲不知道 他自己在儿女心里的那个 影响的深远 我们是创文是教人家写作 有一堂课是回忆书写 我就出那个题目 我说在童年里面 你所记得 让你觉得最危险的地方 我那时候想象中 危险的地方对孩子 大概是大河边 可能淹死过人 对吧 或可能是什么地方 坟墓里面 可能觉得有鬼害怕 我想到的是这种 我从来没有想到他们写出来 童年中 让他觉得最危险的地方 是父亲宝贝的范围内 听得懂这句话吗 父亲宝贝的范围内 只要父亲宝贝 够得到地方 就危险 听懂了吗 还有说客厅 客厅是最危险的地方 为什么 是家教的地方 怎么会是这样呢 如果是出于传统爱的管教 还是恨铁不成钢的出气 这两者在孩子的眼中 他能不能分辨 当你这一巴掌打下去的时候 他知道你是出于爱的管教 还是出于你是恨铁不成钢 你这些傻气 他能分辨吗 你觉得他能分辨吗 他的记忆出来的就是觉得父亲很危险 不要靠近 可是有一点我们很确定 不管你是出于爱 为他好 还是只是自己在那里撒气 你的打 已经击碎了孩子对爱 对生命的安全感 那挨打的时刻 就成为记忆中最危险的时刻 在台湾有一首红歌不知道国内唱不唱 叫做哥哥爸爸真伟大 你们唱不唱这首歌 哥哥爸爸真伟大 好 你没唱过 你知道这首歌我都觉得可以改成 哥哥爸爸真伟险 不是真伟大 真伟险 你要知道父亲对儿女 生命最大的祝福 不在于金钱 不在于遗产 而在于你对儿女的肯定 很多父亲不理解 他对儿女的褒贬 在儿女心中好像下了一道紧箍咒 不管他儿女长得多大 二十岁 三十岁 不管他飞得多远 他很难逃得了父亲的手掌心 可是不知觉的 很多父亲的教养 是世袭制 上一代的教养方式 成为往下传递的主要参考 如果你整个家庭的气氛是沉闷的 严肃的 也是一代传一代 如果你父亲坐在你的一张脸 就是垮在那里 面无表情的 永远都感觉在生气 这一代传一代 儿子将来坐在那儿 也是那副德行 你知道吗 就是这样一代传一代的 这是世袭制 如果在一张家庭照片里面 祖父一丝不苟言笑 父亲一丝不苟言笑 今天如果有一个儿子 是一张嬉皮笑脸 你知道那要承担多大的压力吗 那是怎样的判例跟伤害 才会有一张嬉皮笑脸出来 尤其中国父亲对儿女多半是用训斥来改造 用剔除来魔术 是用剪法把孩子压 压到社会的模子 而不是用肯定来建造儿女 用家法来鼓励儿女有健全的自我形象 《红楼梦》里面的贾政 这个爸爸每看到贾宝玉就觉得看不顺眼 觉得他欠骂 是很典型的 是用贺赐来删减他看不顺眼的儿子特子 这个剪剪剪到后来就剩下一个什么 头抬不起来 腰杆挺不直的影子 在社会上晃来晃去 所以我们也可以这么说 当你看到一个儿子女儿不能顶天领地 通常他都有一个不健全的父子关系有关 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矛盾 很多的矛盾 中国的父亲大部分时候在家庭中缺席 可是中国人又讲究什么 只不叫谁之锅 复制过 你知道孩子要叫牵涉到每天哪 是不是每天每时 他才能够把他的习惯给建造起来 你要叮嚀他 你要督促他 这是每天的叮嚀 那父亲既然不在家 又不势必公亲 他今天得负上教养的责任 所以他只能负责成果 所以他针对儿女 尤其是儿子表现不佳 他行为上就会非常的责骂 因为中国父亲对儿女的参与 他是来验收 他没有在过程里面去建立 他对儿女的参与多半是看儿女的什么 学业 是看他的品性 他在验收成绩 他缺乏正面的每天每时的栽培 教育 他也没有耐心细细的带领 因为大部分时间不在家 在家的时间很有限 很有限 一看到儿女不乖 马上就觉得不耐烦 多倾向负面的纠正 处罚 他好像一个高高在上的都者 他不是陪在你旁边 陪伴你成长 所以中国的父亲在家 多半像什么 像大法官 像军官 像教官 带一点神话的气势 对儿女不断的批评 要求 母亲就变得为孩子在那里求情 所以我们讲的严父 是吗 慈母 严到儿女对父亲很多是敬畏 多过爱母 父亲教孩子就变成子重 学业生活价值观 比较没办法照顾到儿女的情绪 哪那么毛病多 那闹情绪 还有闹情绪这回事 就是吃多了撑了 哪有什么情绪 可是妈妈就会照顾儿女的情绪 女人也比较看重关系 女人照顾孩子是每天的 所以了解 父亲跟孩子有一段距离 所以孩子若感觉不到父亲的爱 对父亲自然就会敬而远之 所以这段话我们一起来念好吗 一起来 如果说自我形象是用爱和接纳来组合 那么对父亲来说便必须先由抛弃社会标准规范 回归心脏孩子的个人特质开始 发掘你孩子的个人特质 不要照传统的标准 传统的标准是什么 万般皆下品 怎么样 唯有读书高 不论中外都是这样 父亲表达爱就在看孩子的成绩上面 一开口就是功课做了没 考试考的怎么样 将来要选什么科系 那个找不到工作不可以选 要选这个 难怪很多的儿女会觉得 家里功课最好的小孩怎么样 得到父亲最多的爱 功课差的怎么样 就比较失从 以此类推 如果你在职业的选择上面 你照父亲的期望去选择的成业发展 或者是指承父业 你和父亲的关系就最融洽 可是如果你选择的工作 是跟父亲所期望不同 你就会让父亲大失所望 通常父子关系也最糟 所以感觉上儿女必须要用成绩 用奖状来赢得父亲的爱 而不是随便你是什么样的人 做怎样的事 父亲都会接纳 都会爱 所以如果你要主动的去接纳孩子的本相 父亲就需要经过一种脱衣术 脱衣服脱衣术的学习 一层层的脱去社会的眼光 和世俗的轨道 用神的眼光 重新去认识你的孩子 他的特质跟特长 你去肯定他 我们家的儿子 我们家的父亲 杜老师从小 只要是圆的可平衡的东西都会玩 各地的球 篮球 排球 只要是圆的 网球 乒乓球 全都会玩 这是一生的武功对吧 生了儿子 照社会的期望 是不是 男孩子都应该是去打球的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杜老师就很希望把他一生的武功传授 我们家还买了一个篮球架 在那个门口 可以让他跟父子时光 带着儿子 那多美对吧 带着他去打 所以我常常就发现 打了一半以后 儿子会进来跟我说 爸爸比较喜欢打 我是陪爸爸打 后来越来越发现我儿子基本上不喜欢运动 非常不喜欢 他基本上是室内植物行 宅男啊 现在都是宅男嘛 他是什么样的人 他喜欢做词做曲 弹钢琴 弹吉他打鼓 他是喜欢搞这些 他可以自己去在那里 我不知道他怎么弄的 现在很厉害用电脑 可以做出来像一个乐队 还有一个四声部的合唱团 全部他一个人唱 全部他一个人演奏 他就是分层去录嘛 弄出来 他是搞这个的 他在学校的时候 老师叫他叫做文艺复兴人 Renaissance man 因为他文学好 他音乐好 他这些好 可他不喜欢运动啊 如果你要按照社会的规则 男人就应该出去闯 在外面打了个什么全身大汗 这才像个男人 那我跟你讲 父子都痛苦了 你知道吗 父子都会痛苦了 如果杜老师一天到晚 要这样的强逼他出去 因为我的儿子对什么 各类昆虫啊 这些东西一律不喜欢 一律不喜欢 他根本就不喜欢去 我们家靠山 后面有各样的动物 有蛇有什么都有 他不喜欢 他完全不靠 杜老师是常常打死蛇的那种人 你知道吧 他乡村长大的 那些对他是生活的一部分 那不是我儿子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要怎么办 你要去了解你孩子的特质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鼓励他做词做曲 他自己出CD啊 自己制作CD 做父母的 就先给他认够了十张 然后没有人可以送 我们要鼓励他创业嘛 就先认够了 十张给我 然后干妈送了 什么送了 还剩下好几张没人可以送 我们就是鼓励他去发展嘛 是不是这样子 浪子回头的故事 老实说他的重点 不再歧视浪子回头 很多的是在琢磨父亲的等候 那安分守己的长子 跟那个叛逆离家的浪子 父亲是一样的接纳 一样的肯定 就因为不容易 所以需要学习 你也可以说 父亲不是生下来就是的 而是慢慢的长成 就跟妈一样 我也是慢慢学习长成的 就看你是不是有心 所以很幸运的呢 我有一位不吝啬 称赞肯定我的父亲 我小时候学钢琴 我妈也受不了 什么人都受不了 只有我爸爸会坐下来听我练习 因为弹就是重复重复重复嘛 他会坐下来听我弹 然后就告诉我说 拍手一定拍手的 弹得好弹得好 长大了我从事写作 参加文学奖比赛 他就用奖金来鼓励 他说你只要赢得文学奖 外面奖金多少 我就比照多少给你 所以我得了奖我就得双倍的奖金 然后呢 现在父亲老了 老到一个程度 已经没有办法管钱 没有办法再买什么礼物 没有办法照顾我们了 没有办法给我奖金了 我第一次没拿到红包压碎钱 我有点失落了 因为从那时候开始 我知道父亲已经进入到 另外一个阶段了 可是他还是不吝啬他的话语 这两年呢 我常常回台湾 这是我哥哥 我去探望我的父亲 我父亲跟我跟我哥哥一起吃 他就是八十九九十岁的样子 我们一起出门吃饭 每一次我们走进公寓那个电梯 因为我哥哥撞嘛 所以通常我们三个人进去 就没有人会进去了 在那个狭小很亲密的空间里面 我爸爸会看着我们两个人 看着带着笑说 我这一生有你们两个就够了 你知道吗 他每次这样子讲的时候 没有对全世界宣告 没有对我们之外的人去说 可是我觉得全世界该听的人 都听到了 对吧 对我们两个孩子 表达他这一生的满足 你知道父母 表达他的满足 无缺憾 你知道那个意义有多大吗 那是送给孩子最大的礼物 不会说是 我怎么那么倒霉 剩下你们这两个 我想要的 你们一个都没做到 他没这么讲 有这样的父亲你知道吧 有这样的父亲 对大家公开的讲 我这些小孩没有一个 让我满意的 有这样子的父亲 可是我父亲 常常口出肯定的言语 肯定 常常给我们的感觉是 你得先做什么 你先有什么才能肯定 那现在我要跟你讲的是说 如果你愿意在你孩子的成长过程里去投资 你花时间去协助他成长 我给你保证他长大以后 一定有值得你肯定的地方 只要你现在愿意花时间去 投资在他的生命里面 有一天他长大 你就一定找得到 你可以肯定的地方 我哥哥小时候很疲 大了一点以后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变得很内向 很敦厚中学的时候 那时候他刚刚走进异性的烦恼 他很内向就要我成他的代言人 我要帮他打电话去给他心仪的那个女孩 多半都是笑话那种之内的 他把他自己打去 对方的妈妈接到怎么办 他说哪个臭小子打来的 他不敢 都要我先打 再把他接个钻给他 他是很内向的 那时候我们去教会 散会了以后呢 都会留我们下来说 我们还有个什么什么聚会 我哥哥推着单车 每次都很害羞地笑一下说 下次吧 然后就走了 滴的头就走了 我就在那里留下来嘻嘻哈哈 所以那时候人家说我们家生反了 男的像女的 女的像男的 我爸爸注意到这个问题 我爸爸觉得这样下去 对我哥哥不好 所以我爸爸开始介入 他说跟我哥哥说 我们来筹办一次小学同学会 你的小学同学会 你来负责 我们去选一个什么郊外去踏青 所以我爸爸带着他 从开始找地点 计划时间表 一整天你们要做什么 到一个个打电话 那时候没手机啊 不能够简讯 一个个打电话去着急 我爸爸一步一步带着他去做 甚至 我爸爸后来教他细节 到了野外 上坡的时候 上山的时候 拉女孩一把 你不要自己就跑到前面去了 你要手伸出来 要把人家给拉上去 教他一些做绅士的礼节 小动作 我爸爸全部一一传授 你们觉得我哥哥一定很厉害了 对吧 我哥哥在他这个过程当中 就学怎么策划 怎么做领袖 怎么跟人沟通 我就看着那一活动 小学同学会 渐渐成行 没想到 当天清晨 倾盆大雨 我就看到我哥哥 从被窝里爬起来窗户一看 做不成了 马上钻回被窝 继续睡 然后我爸爸怎么样 过来把他给叫起来 他说 你是负责人 你一定要赶到集合点火车站 来一个告诉一个 今天活动取消了 这叫负责 所以我哥哥那天就冒着雨 去彻底 负责 领袖是怎么产生的 那时候我就在想 领袖是怎么产生的 我看着我爸爸 我哥哥很辛苦的踩着脚踏车 在雨里面 他其实那一天就是踩上了 他日后成为领袖的这条路 我哥哥后来 从内向害羞 他现在还是有点内向 他不像我可以站讲台 虽然他是长子 每次碰到家庭聚会掌合 是我出来讲话 可是他可以带两百个人 他可以是这样的主管 在这后面 有一只父亲的手在推动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你有没有曾经在你的孩子 心中落下这样的肯定痕迹 你有没有参与过他的成长 帮助他可以长成 你可以肯定的样式呢 这是我们要问的 最后 耶稣受了喜 从水里上来 天忽然为他开了 他就看见神的灵 仿佛鸽子降下 落在他身上 天父让我们看到一件事 就是让天忽然为孩子打开 那是怎样一种状况 你可以反过来想 如果你不能想像 怎么为你的孩子把天打开 你可不可以想像 有些父亲是为孩子 把天给关上的 你能不能想像 有些父亲带领孩子看到的世界 是一个狭窄 天是封闭的世界 那怎么样是一个把天打开的 像我父亲 他不断地为我去指向月亮 那个天是打开的 一个宽广的世界 这个打开不只是为你的儿女指向一个 比较宽广的世界 还包括什么 放手让他进入那个世界 当我父亲一次次对我说 来跟我来 他在我的成长路上一路的提醒 他带着我一步步更深地踏入这个世界 有一天呢 他觉得我的脚步稳了 自自然然的 他就从我的生命路上 让开了 就让开了 适时的放手 也是父母可以送给儿女的一个 很重要的礼物 想一下你心中的父亲 你和他曾经一起做过的事 你感恩吗 你有这样的父亲 还是你是为有这样的父亲感到受伤害呢 如果你从来没有得到过天父的 你的父爱 你可以从天父那里得到爱跟肯定 因为你是神的孩子 他爱你 你是他所喜悦的 今天在做的 也许在做的 我相信一定有 你们身上有带着父亲的伤口 在这个世上的父亲有可能曾经让你失亡 上帝会弥补你 就像他会让天打开 向世人来宣告 他对圣子耶稣的爱 他也会在你的心中触摸你的痛 用他无尽的慈爱跟恩典 来医治你最深的伤口 今天如果在做的 我想你们大概都不会像我们一样的老吧 如果你的孩子已经大了 感觉上好像一切有点晚了 我也要告诉你 你不要为你曾经没在你孩子的生命中出息 没有对你的孩子表达过肯定跟爱 而感觉到自责或追究 因为这里面还是有一些中国文化的因素 还是有的 我们的文化背景里面 父亲大部分不在家 也大部分不表达爱 我们缺乏一个父亲的模范 身影来追随 可是现在我们已经有天父的形象在这里 还来得及 我们可以跟随天父的角中 在我们的孩子生命中 无论是时间还是感情上 我们尽量出息 尽量投入 我们找出一些有创意的方式 来让我们的孩子知道 我们是以他做我们的孩子为荣 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为孩子祷告守望 永远不会太晚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父神 我们今天 谈到天父对爱子 他所表现的一个完整的父爱 这是一个标杆摆在我们眼前 来检验我们自己对孩子的爱 我们谢谢你 在历史上这一刻 你从天上出现 你在耶稣很重要的场合 你出息了 你对众人宣告他是你的爱子 你肯定了这份关系 你让我们看到 这个肯定跟爱是多么的重要 求你教导我们在座的父亲 你能够尽量在我们的孩子生命当中出息 在他重要的生命场合里面 我们都出息 我们给他爱也给他肯定 也给他祝福 我们也愿意为我们的儿女把天打开 我们为他指向一个更宽广的世界 我们也放手让他走进那个世界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地装备他 装备他进入那个更大的世界 求你教导我们 向天父学习 学习怎么去爱我们的儿女 神我们今天也把我们的伤口放在你的里面 在座的把你的手放到你的伤口上 天父啊 你看到了 你来医治 你来医治 一些来自父亲的伤口 神我们知道 我们的父亲绝对不是邪恶 只是因为他也有他的无力 他不知道怎么爱 造成了一些伤口 我们相信他一定有他生活的压力 他也没有一个父亲的榜样 带来的伤口 我们就求你亲自地医治我们 我们是靠着你的爱 慈恩爱医治我们的伤口 帮助我们 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所缺乏的 从你那边可以得到补助 求你莫大的恩典跟爱 是包围在我们里面 也包围在我们的外面的 父神让我们深深的惊艳 你的爱 你真的是爱我们的 帮助我们 因为你的爱 我们不再活得像个受害者 我们愿意让过去就过去 我们在你的里面 我们愿意往前看 最重要的 我们不要一代传一代 你帮助我们改写 亲子关系的整个脚本 按照天父的脚本来改写 我们谢谢你 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